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介绍了外交达文的最新热点 那么现场最新消息马上就要临线 我们祝北京记者周嘉欣来了解 嘉欣下午好 在刚刚才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哪些重点掌握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 中国外交部在12号宣布要对美国的五家军工企业 以及六名的高管人员来实施反制的措施 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 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进一步的表示 美国对于中国的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这一行为是违反了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同时也是严重的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以及威胁了主权和领土的安全 所以说中方是依法来对美国 对台湾出售武器的主承包商 以及有关的高管人员来实施这样的反制措施 并且他也再次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彩线 而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 另外一个方面再关注到的就是 在加拿大方面是表示 对中国警方在其境内所谓的秘密行动来展开了调查 并且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同G7的盟友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那么对此刚刚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也做出回应 他说中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是多次的阐明了立场 不存在所谓的海外警察站 而他也重申 中方一贯是遵守国际法 并且也是尊重各国的司法主权 就敦促家方能够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能够停止散布这样的谣言 那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在记者会上所关注的 现在把时间交给香港 秀琴 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最新观察和掌握